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内每天都在进行着数百万场史诗般的战役 精彩程度堪比星球大战 那是病毒和细胞之间延续了30多亿年的古老战争 大家好,我是秒马屋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纪录片绝对好奇细胞战场 细胞是组成生命最基本的单位 它极其微小,4万个细胞组合起来也不过是一个针头的大小 而我们的身体就是由120万亿的细胞构成的 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为了你我而和病毒疏死奋战 想想是不是挺上帝的感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这一场场看不见的战役发生的全过程 以最常见的线病毒为例 它仅需要一个喷嚏就能在人群中传播 从我们的鼻腔成居直入 可能引起感冒发伤或者肺炎甚至死亡 病毒的目标是入侵细胞核 当病毒接近细胞时 第一重抵抗便是我们的抗体 一种在细胞间来回巡逻的Y型蛋白 一旦识别到外来入侵者 就会扑上去附着在病毒上 并试图把它们拴起来 让病毒们成为白细胞的盘中餐 所以抗体和白细胞 组成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虽然这免疫引达反应速度极快 但仍有成千上万的病毒能冲过防线 闯到细胞膜表面来 而细胞膜由磷子双分子层组成 相当于一个动态的保护层 能把有害物质阻挡在细胞外 只有水和氧气这种小分子能轻易渗透进去 并且这层膜上还充斥着监控蛋白质 掌管着分子的进出 大分子的营养物质想要进入 需要使用专用的钥匙通过特殊的绷 但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 现病毒已经演变出了这把钥匙 虽然抗体会封住大部分的围造钥匙 可总有漏网之鱼 细胞表面的哨兵被假钥匙欺骗 将病毒逐渐放入细胞内 就这样第二道防线被轻松突破 细胞膜下的膜蛋白以为病毒是营养物质 于是扯住细胞膜往下拉 直到形成一个囊炮 把病毒包裹在中间 这被称为包吞 最后一个分离膜蛋白将细胞膜上的囊炮释放 病毒也被进一步送入细胞内部 膜蛋白也散落开来离开囊炮 不过细胞内也有一套强大的防御系统 来阻止病毒肆虐 按照正常流程 细胞接收到的所有物质 都会被送到一个叫红细胞浆质的分选站中进行加工 那里负责处理输入的供给 分辨需要把这营养物质送到细胞的哪个部位 这过程的第一步 就是由分选站膜壁上的专用蛋白质释放出带电氢离子 使红细胞将至内部变成酸性 把大的营养物质分解成小分子 方便细胞对其进行预输和利用 随着酸侵蚀病毒外壳 病毒上那些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伪装钥匙首先被分解 不过 这反而是病毒逃脱机会的一部分 因为病毒这样的分解顺序 会方便它释放出隐藏在内部的特殊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会粘附于分选站内壁 将病膜撕开 至此病毒再次逃出生天 不过这一步并非所有病毒都能成功 许多病毒因为外壳被抗体仅仅粘附而无法胜利分解 也就不能释放使自己逃脱的蛋白质 从而错过了最佳时期而被酸整个侵蚀彻底销毁 但仍有不少病毒会逃出分选站 并自由地在细胞内漂浮 不过大概90%的病毒 入侵旅程也就到此为止了 虽然离它们的目标细胞核只有五千分之一毫米的距离 但如果按照它们自身比例换算一下 那也相当于160万公里呢 尽管病毒靠着自己的内部电流支撑者来到这儿 但其本身是无法自主移动的 于是它们进化出了精准的街头 伪装成被分选站处理好的营养物质 促弄了给细胞核送菜的外卖小哥马达蛋白 现在我们看到的还只是马达蛋白放慢了30多倍后的速度 实际上这双小端腿每秒能跑百步以上 不过可惜这家伙只有腿没有脑袋 所以就这样傻乎乎地背着敌人 在细胞骨架和微管公路上及时狂奔 直冲向我放大本营细胞核 从轻轻恳恳的送菜员变成了引狼入室 在外卖里下毒的猪队友 真是要了命了 而病毒大军进入人体后闯到症 只用了一个小时 如果顺利的话 再搭一个小时顺风车就能到达细胞核 那么我们自然不能让它这么顺利地抵达目的地 细胞的公路系统旁散布着一种特殊的防御蛋白质 它们会识别当任何携带着抗体的物质 它连锁反应吸引来另一种特殊的标记蛋白 泛素 两种蛋白缓缓相扣越聚越多 一起将病毒标上摧毁几号 然后向蛋白媒体的细胞机发出信号 蛋白媒体在细胞中起到回收蛋白的作用 它被招来将病毒的蛋白质外壳随时半断 只需数小时就能摧毁一只病毒大军 然而百密总有一数 只要一开始有一个病毒没被抗体吸附 就能在这场浩劫中逃出生天 成为全村的希望 冲向那比自身大一百万倍的细胞核 细胞核位于细胞中心 北层外皮保护者 这可比之前的细胞膜更难突破 想要进去就只能通过核孔 核孔上有蛋白触角 会把病毒当营养物质使劲往核孔里塞 但病毒的体型可比核孔大得多啊 根本挤不进去 而千里送毒的马达蛋白 误以为是前方遇到了障碍物 于是改变方向 拼命往另一边前进 这两个力互相拉扯 直至把病毒扯到四分五裂为止 病毒就这么裂了 他装的 这他瞄的也是病毒入侵计划的一部分 为的是让自己的DNA从核孔进入细胞核内 去替换掉里面存储的人类DNA 一旦有一个病毒DNA成功进入细胞核 整个细胞就将彻底完蛋 沦为病毒的复制工厂 因为细胞核中负责复制和转入的酶 无法分辨细胞DNA和病毒DNA之间的差异 所以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将病毒的代码转换成细胞可以执行的数千条指令 这些指令会穿过核孔从细胞核内清肠而出 重新回到细胞质内 传达给一群制造蛋白质的流动工厂核糖体 原本核糖体根据我们的DNA制造我们需要的蛋白质 现在我们的DNA被偷梁换住 核糖体就会傻傻地按照指令建造起病毒蛋白来 开始为新的病毒大军制造原材料 一个接一个的病毒零件会通过核孔回到细胞核内准备组装 与此同时 病毒还会把细胞DNA上那些自己不需要的进程全部停掉 让DNA专注为自己开拢病毒 那么这个细胞真的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吗 是的 真的没办法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临死之前 向外界发出一个死亡语言 会有一种马达蛋白 携带着一个包含了病毒碎片的男泡到达细胞表面 来警告周围的细胞 起到对身体免疫系统的预警作用 病毒碎片只要被体内熟悠的白细胞侦察到 就会将细胞连同里面的病毒一并消灭 如果没被侦察到 那么24小时后 病毒就将全面控制整个细胞 届时细胞会逐渐腐烂 唯一在做的就是建立病毒大军 病毒的碎片在细胞核内聚集并自行组装 外核是最先完成并接的 不过那对病毒而言只是个运输载体 真正重要的是往躯壳里注入灵魂 也就是病毒的DNA 它的长度是病毒外科的200多倍 它会钻入外科里 整齐的折叠在细小的空间内部 两天后 新的病毒大军在细胞核内季节完毕 准备离开垂死的宿主 去感染周围其他的细胞 但在出征之前 邪恶军团需要先攻破包裹着它们的两道屏障 细胞膜和细胞核膜 它们首先会让核酮体制造一种破坏性蛋白 去攻击维持整个细胞体的支撑接口 这样一来 细胞酶的骨架自然就会开始塌陷 接着病毒们开始制造第二种蛋白质 性病毒死亡蛋白 去攻击细胞核的核膜 只要这层防线被瓦解 也意味着单个的皮肤细胞战斗宣告失败 所以说到现在 还只是一个细胞内发生的战况 不过接下来 这群赢得胜利的病毒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开始集体涌向周围的组织 去攻击附近其他细胞了 它们的目标是将感染扩散到全身 不过新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当病毒在细胞内蒙目时 我们的抗体也没闲着 它们升级完毕重整齐骨 开始全力以赴应对逃逸的病毒大军 虽然病毒数量庞大 挺有漏网之余 但那个最先被感染的细胞 所发出的紫瘟一眼 也开始起作用了 重型武器巨型白细胞到达现场 疯狂吞噬逃逸的病毒 本正宁可做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的精神 所有无力抵抗感染的细胞 将全部被吞噬 而周围的细胞 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直接进行自我毁灭 做出了最高牺牲 只有到这一阶段 我们才会感觉到体内的战争 身体的血流变快 将更多的白细胞带到战场 使鼻腔组织发炎 我们感觉到鼻塞 都是身体抗击病毒的反应 通过其心协力 人类的免疫系统 最终制止了感染的扩散 赢得了胜利 每一场战争都不会被白费 一旦身体被一种病毒感染过 那么对抗这种病毒的方法 就会被记录到身体的免疫系统中 虽然我们牺牲了一部分细胞 但很快就会有新的细胞取而代之 每个细胞盒里都包含着一串相同的DNA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DNA 那相当于一份代代相传的家谱 通过这份家谱 甚至可以追溯到30亿年前的祖先 也就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个细胞 那是万物的起源 后来地球上诞生的所有动植物 都是从那个包含着一串DNA的 史前细胞进化而来的 包括病毒在内 这也是病毒为何可以冲破我们防线的原因啊 嗨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啊 这注定将是场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 这个邪恶的远亲和我们一起协同进化 使彼此都越变越强大 如果不是我们这个远古宿敌的纠缠 我们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在这场漫长的博弈中 彼此不断地改善着自己也改变着对方 听起来是不是也挺励志的 看完这个你有个感想了 反正 反正今年我是不想再吃羊妹了 还有 我们的身体每天打仗也是够不容易的 所以希望你早睡早起善待自己的身体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见撒狗粮的猫